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放什么样的音乐啊 当他的音乐很轻快的时候 我的心情呢 也就会跟着愉悦了起来 有时候当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可能当下你觉得画面很感动 可是好像还没有准备要流眼泪 可是当那个配乐一下去的时候 你好像那个整个情绪呢 就会被搅动了起来 可见啊音乐是真的非常有能力的 音乐就好像是一个 沟通的语言一样 虽然我们不是用嘴巴说 没有文字 可是因为他的旋律 却可以表达很多的情绪 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叫做Count to the Music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段 美丽的音乐吧 Count to the Mus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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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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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音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美丽的礼物 不只是可以安慰人 也可以安慰我们自己 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场景又不太一样呢 因为我要来分享我的小故事 其实当我一开始当艺人的时候 我非常的不适应也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镜头 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媒体 我会想说 我要说什么话 可以让大家喜欢我 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让大家接纳我 那段时间我觉得我非常的 觉得非常的孤单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工作 虽然旁边身边还是有很多人 可是就会觉得不被了解的感觉 不过还好 我有教会的朋友陪伴着我 所以当我觉得很 已经快要不行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教会的朋友一起聊天 一起祷告 有一天在一个聚会当中呢 我回家时 打开圣经的时候 神就让我看到一节经文 它是在诗篇 当我看到那节经文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因为当我国中 当我还小的时候 神就已经把那节经文 放在我的里面 只是我那时候不了解 是什么意思 当时我还为这节经文 写了一段曲子 我记得是这样唱的 祝我的非福 是你手所造 我在母腹中 你已伏比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手造奇妙可畏 我要称谢你 哒啦哒啦啦 这首歌我没有写完 然后曲跟词都没有完成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我写歌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对我的作品 没有信心 我会觉得别人觉得 这首歌不好听 所以我就会把它暂停 因为到前一阵子都是这样子 当我写到 写一首歌写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会暂停停住了 因为我想说 可能觉得 别人觉得不好听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新的 所以其实很多新的都做到一半 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其实连都没有别人说 可是我的心里面呢 已经为自己好像 画了一个限制一样 不过当那节经文 进到我的心里的时候 我就恍然大悟 原来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是这么特别 这么独一无二的 我们在神的眼中 是这么美丽 神创造我们 是他精心的杰作 当我们看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 其实神非常难过 所以当我再一次 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 我就明白 我就了解了 我知道我在神的眼光当中 是很美丽 是很棒的 甚至我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只需要活出自己 活出神所创造 原本那个真正的我 当我想要大笑的时候 我就可以哈哈哈哈大笑 当我想要流泪的时候 我也可以大哭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就写了这首歌 叫做《我很美丽》 《我很美丽》不是指说 外表很美丽 《我很美丽》是指 当神从神的眼光 看我们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 我们不需要为别人而活 我们只需要为自己 为爱我们的神 为爱我们的家人而活 所以接下来 我就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 《我很美丽》 也希望透过这首歌呢 每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欣赏到 自己真正的内心 一起来听吧 我感觉孤独 我感觉孤独 曾经以为满足 每次没想到什么都不得 对着自己流眼泪 尊重不发心疲惫 在懦弱 却还是不对 为什么心就在一起 我不想再哭泣 把我的手交给你再微笑 是因为我有你 我很美丽 因为有你我更爱我自己 一个深情拥抱 温柔的微笑 可以让我自由飞翔 我好美丽 你的爱让我认识我自己 没有惧怕 没有孤单 You'll be there for me With me 我感觉孤独 曾经以为满足没想到 什么都装不得 对着自己流眼泪 尊重不发心疲惫 在努力 却还是不对 为什么心就在一起 我不想再哭泣 我不想再哭泣 把我的手交给你再微笑 是因为我有你 我很美丽 因为有你我更爱我自己 一个深情拥抱 温柔的微笑 可以让我自由飞翔 我很美丽 你 你的爱让我认识我自己 没有惧怕 没有孤单 You'll be there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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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me With m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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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是美丽的 这个美丽呢 不是单单看外表 而是看我们的内心所散发出来的是什么 有时候就像是水果一样 它的外表呢 可能没有这么的漂亮 可是当我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却是 Woo 这个水果好甜哦 也是我们希望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让人看见是被称赞 是希望别人看见是很完美的一个外表 可是往往呢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环境有些挫折 或者是会经历到一些小小的失败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难过 我们也会觉得心里面 忧伤了起来 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们觉得已经快要不行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弃 也不要担忧 因为当我们的心情 觉得伤心不好的时候 天父呢 永远都在我们的身边 要来帮助我们 他的手 总是要来牵着我们的手 度过一层一层的难关 接下来这首歌 神就是会靠近那些忧伤伤心的人 当我们觉得很孤单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哦 神总是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Zither Harp 野荷花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你心同会的人 我的心感受 我的心感受 除溶的眉山 尽为她的什么都不全 野荷花睡停 困苦人不求 救我脱离 你且患难 他必再思维 安宁的救我 心靠他你什么都不缺 我要试试 传送耶和华 赞美他你花 笔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要因为 耶和华挂腰 想没人听见 就要大喜乐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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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耶和花花药 前被人听见 就要大喜乐 当我们遇到悲伤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神呢 他可以使我们的生命 重新刚强站立起来 接下来有一则故事呢 是类似这样的经历的 有一位创作者 叫做Don Moan 他的妹妹全家人 坐着大巴士去旅行 结果没想到 在回途的时候 发生重大的车祸 他四个儿子呢 都受了伤 特别是他的大儿子 Jeremy 因为受伤太严重 在这场车祸当中 就去世了 可是Don Moan呢 他的当下他并没有办法马上赶去 探望他的妹妹一家人 因为他需要飞往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有很重要的聚会 当他在飞机上的时候呢 他就写了一首歌 叫做 God will make a way 这首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 当他喜欢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赶快寄给他的妹妹 他要透过这首歌 鼓励他的妹妹 过了几天之后 Don Moan他收到 从他妹妹的来信 在信里面 他写到说 当Jeremy的同学 知道Jeremy他在死前 接受了耶稣 也让他们的心里面 重新的在想 关于天堂是否存在的这件事情 也因为这个意外 重新把他们全家 再次带回到神的面前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 你是不是也觉得 你的生命很难走下去了呢 或者是你也觉得 你遇到了一些困难的课题 可是神说 他要为我们开新的道路 你要相信 你的未来 因为有神的关系 绝对是更加的宽广 音乐盒 下一次见咯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He will be my guide He will be my guide He will be my guide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God will make a way God will make a way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He will be my guide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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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that He will be my guide He will be my guide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神祿愿 明天见 我们唯有真正认识自己的贫穷 才会懂得真正寻求你 认识你 当我们尽心省察自己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材质 都绝非出于自己 绝非理所当然 也会发现自己所知的是如此有限和贫乏 不过这是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美好开始 也是我们开始学习 以一颗更加感恩和谦卑的心 寻求你真正智慧的源头 原来你并非离我们那么远 你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在那里 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 我们自己认识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